你好 我是李诺亚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Soloma County宣布 即日期禁止举行超过50人的大型室内和户外集会 同时建议所有居民在未来30天内 Shelter in place居家防疫 避免和同住者以外的人接触 减缓Omicron病毒传播速度 这项禁令将会实行到2月11号为止 Soloma County并没有强制要求居民居家防疫 只是要求居民尽可能留在家中 这项规定让Soloma County成为湾区第一个 重新颁布大型集会禁令和建议居家防疫的县 过去两周Soloma County的人均新增病例率暴增了5倍 目前每10万人当中就有121个人确诊 确诊人数还在增加中 检测之后确诊率创下16.5%的新高 住院人数也以惊人速度不断增加 Omicron病毒在尚未接种疫苗的群体中大量传播 连部分已经接种疫苗的群体也未能幸免 当地的住院人数已经超过76个人 卫生官员说依照疫情发展模式 如果再不采取防御措施 Soloma County单日的住院人数有可能会高达380人 为了避免医院不堪负荷 未来30天将是阻止病毒传播的关键 Soloma县政府呼吁民众在2月11号之前尽量不要出门 除非要上班上学购买民生必需品或是看医生 这项禁令也包括有可能出现重症的高危险群民众 必须避免参加12人以上的集会 除非是和自己的家人聚会 避免集会的地点包括健身房 球场体育馆会议厅婚宴场所 或是其他室内和室外的大型聚会 这项禁令不包括学校、职场、教堂、自租餐厅、博物馆 或者是购物中心 江州州长Newson为了因应这一波新冠疫情 提出了27亿美元新冠疫情方案 重新启动带新新冠肺炎病假 拥有26名以及以上员工的公司 必须为员工提供最多80个小时的新冠肺炎有新病假 符合有新病假的条件是 员工因为新冠肺炎需要隔离 需要打疫苗 或者是因为有疫苗副作用需要休息 出现新冠肺炎症状需要看医生 或者是照顾生病的家庭成员 也同样符合有新病假的条件 感谢收看 下次见